这时光神然,岁月的脚步一向是不等人的,那么这2018即将离开我们,而2019,正在慢慢的走近我们,我们都开始关心这即将到来的一年,我们到底会过得怎么样? 今天从星座的角度给大家分析分析。 首先是金牛座,这个星座的人一般都比较的勤勤恳恳,可以说他们是比较踏实的一类人,他们热衷于把梦想付诸于实际行动,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。 而在2019年即将到来的时候,他们依然还在努力,这些努力将会让他们在新的一年得到很好的收获。 第二个要讲的星座是水瓶座,这个星座的人一般都具有冒险的精神,而且极具创新精神。 在他们的面前,他们总是希望自己在各个方面得到突破,在新的一年里边,他们同样会有很有奇思妙想的想法出现,而这些与众不同的思雷也会为他们赢得朋友,赢得自己发展的机会。 因此在这新的一年里边,只要他们可以做好自己,那么他们很多事情都可以得到实现,这新的一年,他们将会过得不错。 最后一个要讲的星座是处女座,这个星座的人一般都热爱完美,追求完美,很多事情他们都希望他们不会出现一点点的缺陷。 而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如此,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要求。 在2019即将来临的时候,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,而在新的一年里边,他们依然会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努力。 而他们不断的努力,也将收获到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可以说在新的一年,只要他们坚持初心,还是跟之前一样努力的话,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在新的一年里活得非常的开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